这个老太太躺进盛满鲜血的浴缸,等她再次浮出血池,却变成了美艳少妇。 只见女人双眼发黑,身上的血都被皮肤吸收,重新露出了紧致光洁的妖艳面孔。 这就是本期要讲的美式复古恐怖片《新天师制斗僵尸》。 高中生查理来到罗马尼亚进行海外休学旅行,她希望能借此机会与前女友艾米重归于好, 谁知却碰了一鼻子灰,好友爱德看查理漫漫不乐,邀请她参加午夜巡游,因为本地以吸血鬼传说为名。 两人入住酒店前看到一个美艳的红发女郎,爱德流里流气地调笑叫着查理一起上楼。 不曾想,那女郎就住在对面,甚至她身边还有个美女。 查理赶紧就爱德过来一起偷看,可再转头,那女郎就消失了,查理没将此事放在心上。 第二天早早去上课,谁知教室的灯突然全部灭掉,紧接着幻灯片放映,白色的灯光不停闪烁,一个妖艳的女人站到讲台。 她是本校客座教授,负责讲授欧洲艺术史,查理盯着对方戏一看,发现她是和红发女站在窗台的人。 晚上查理和爱德去参加巡游,跟着导游了解本地吸血鬼的传说。 她走到一半离队去找厕所,查理进入一栋大楼,突然听到细微的声音。 她好奇地走过去查看,发现是教授在跟人亲热,对方直直看了过来,同人瞬间变成黑色。 查理赶紧躲到门后,再往室内看时,那两人又消失了。 她不甘心地四处寻找,结果爱德找了过来,说寻游结束,我们该走了。 第二天带队老师叫醒两人,一小时后有课要上,今天还是教授的艺术课程。 教授放着幻灯片,黑灯瞎火,查理一直盯着艾米看,自从他亲别的女生被发现后,对方难得露出好脸色。 谁知教授猛地贴近艾米,查理健壮赶紧站起来制止,他直觉这个教授不是好人。 查理环顾四周,看到同学们目光呆滞,像是被控制了一般。 教授突然问他喜不喜欢昨晚所见,下一秒就划开艾米脖子。 查理吓得大叫一声,睁眼却发现,教授一切如常。 教授问是不是打扰这位同学睡觉了,引得大家哄堂大笑,紧接着他凑近查理,说我知道你喜欢昨晚所见。 下课后查理心事重重地回酒店,谁知一楼站着很多警察。 他问前台发生了什么,对方说酒店内有人失踪,那人就是昨晚跟教授亲热的男人。 紧接着查理回到房间,床上放着艾德的留言,对方说今晚不回来了。 查理无奈地笑笑,抬头却看见对面的教授,只见他来回打量楼下的警车。 等警官都离开,教授扛着一个袋子跳下楼,并将其装进后备箱扬长而去。 查理火速跑下楼,他顺着手脚架爬到教授房间。 里面的光线一场昏暗,他举着手机观察四周,看到墙上有个诡异的壁画。 查理打开一侧的木门,发觉这里的空间很大。 就在这时,门外传来声音,他赶紧躲进暗处的房间。 窗外人影浮动,一个斗篷老太扶着呆着的女孩向前。 这时查理发现一旁的绿植叶子在晃动,这说明附近有漏风的地方。 他尝试着推了推书架,果然发现一道暗门。 查理小心地躲进暗室,只见墙壁上摆满钟表。 指针滴搭声不绝于耳,觅视镜头放着黄金浴缸,里面灌满了血液。 突然身后传来脚步声,查理环顾四周咬牙躲进棺材里。 他顺着缝隙偷看,那老太带着女孩走到浴缸前,嘴里念叨着神奇的语言。 短发女孩听到后,竟然自己伸长脖子。 随后,老太身侧伸出黑影,不停地抚摸对方,他猛地露出尖牙。 下一秒,女孩的脖子就涌出鲜血,被倒掉在浴缸上方。 等浴缸的血放满后,老太缓缓进入其中,等他再浮出血池,就变成了美丽的教授。 查理掏出手机想取证,可相机无法拍到吸血鬼。 就在他惊慌失措时,教授一把拉开棺材盖子。 他说查理有些与众不同,自己很想知道原因,下一秒却被闪光灯照花了眼。 查理趁机跑出公寓楼,他立刻打电话报警,可没人相信吸血鬼的说法。 教授站在楼上看着对方,他知道报警根本没用。 而查理急匆匆地去找艾米,谁知教授也坐在屋里。 他告诉艾米,这女人是吸血鬼,还抓起床上的圣经威慑。 谁知教授根本不害怕,还伸手把书接过去。 艾米见状非常生气,一个劲地跟教授道歉。 好在对方并不介意,查理想不通,吸血鬼为何不怕圣经? 谁知,教授突然转身挥手,故意露出手心的灼伤给查理看。 艾米当然没有看到她的真面目,还将查理赶出房间。 查理垂头丧气地离开,他拿起那天巡礼发的宣传册。 搜索导游说过的伊丽莎白·巴托里伯爵夫人,她别名血腥伯爵夫人,是传说中最早的人类吸血鬼之一。 网上还附赠了一张画像,查理猜测教授就是血腥伯爵夫人。 就在她疑神疑鬼时,戴面具的艾德猛地冒出来吓人。 这个家伙是吸血鬼迷,查理把教授的事告诉对方。 艾德一听,果然来了兴趣,拿出平板给查理科普这位伯爵夫人。 几世纪前,她在皇家侍卫的护送下出行,谁知途中遇到吸血鬼杀人。 所有的侍卫都死光了,她不得不走下马车,只见地上堆满了尸体。 一只吸血鬼扑倒伯爵夫人喊咬,不料太阳刚好升起,吓跑了对方。 伯爵夫人被丈夫带回家,可她已然转化成吸血鬼。 伯爵寻遍各种方法治疗妻子。 听闻,只有找到在子夜钟声敲响时出生的少女,才能解救自己的妻子。 伯爵下令释放吸血鬼夫人,让她自由寻找猎物,直到对方抓住符合要求的少女为止。 多年来,伯爵夫人杀人无数,却迟迟未找到那名少女,她逐渐失去了希望,重新回到故乡。 爱德觉得,只凭他们没法对付吸血鬼,不如去找网上的专家彼得。 对方就在罗马尼亚拍摄新节目,两人马上行动找到彼得,把来意简单一说。 可对方压根不相信吸血鬼的存在,爱德不肯善罢甘休,愿意付钱请彼得出动。 对方这才答应一事,三人结伴离开,查理却意外撞击艾米。 谁知对方也认识彼得,他猜到查理又在想吸血鬼的事,干脆跟上去一探究竟。 四人一起坐上地铁,谁知教授就坐在里面,他故意露出黑瞳孔,吓走彼得。 其他人见彼得指向车厢,纷纷转过头去,只见教授在闪烁的灯光中慢慢走向三人组。 原本坐他旁边的流浪汉突然歪倒,露出了脖子上的伤口。 紧接着,教授露出尖牙,查理急忙摘下艾米的十字架项链,整个扎进教授的眼睛。 吸血鬼痛得大叫,对方趁机把十字架砸进更深处。 就在两人纠缠间,地铁快要停靠,艾米急忙叫着查理离开,两人只能眼看着艾德被咬。 不过,教授没有咬死对方,反而转化了艾德。 他拔出眼中的十字架追上去,艾米和查理只能躲进地下通道,两人沿着长长的石道向前,而教授也追了上来。 他很快找到主角的位置,查理只能拉着艾米,不断狂奔。 好不容易找到出口,却没有梯子,两人只好把地上的旧木箱叠起来,然后踩到上面,爬出地下。 虽然艾米被追过来的教授抓伤,但好歹保住了小命,还没等两人松口气,教授就跳了出来,他正要邪魅一笑,却发现自己跳进了教堂。 教授赶紧6号,以免化为灰烬,他躲在地下坐手指,上面还沾着艾米的血,这血的味道异常甘甜。 原来艾米就是他要找的少女,教授喜极而泣,终于看到希望,只要吃了艾米就能在阳光下行走。 那边的查理搭上出租,想赶去医院治疗艾米的腿伤,谁知教授突然现身,车子猛地撞过去,因为巨大的冲击力砸向地面。 教授把艾米拖出车子,带着对方飞向天空,另一边的彼得回到酒吧,他正在洗手间内解决内疾,却听到隔间传来的声音。 彼得好奇地走过去查看,不料被吸血鬼艾德扑到一边,对方把他扔到垫上,抓起纸巾盒猛砸彼得,几乎把他打了个半死。 艾德质问对方,身为鬼怪节目主持人,临阵逃脱,怎么对得起粉丝,搞半天是个脱粉回彩现场。 眼看艾德就要咬烂对方喉咙,却突然感到剧烈头痛。 彼得猛地想起,自己纹了个巨型十字架,他果断抱住艾德,把对方的脑袋怼在十字架纹身上,直到烧烂了艾德半张脸。 机械鬼见状不妙,立刻闪人。 稍后查理跑过来求助,彼得不想冒险帮忙,但还是给查理支了一招。 那边的艾米被教授拖回老家,客厅里有个巨型血池,他给艾米换上洁白的睡袍,打算在子时完成仪式。 艾米的神智被吸血鬼迷惑,被对方领着走进血池。 教授说为了保证献祭者的血液纯正,艾米必须亲手杀了爱人查理。 欲害含糊地回答,我们早已分手,而且他绝对不会伤害查理。 教授表示,这恐怕由不得你。 然后咬了艾米一口将其转化,这时查理已经到达古堡附近,他带了圣水、大蒜等若干神器,壮着胆子走向古堡。 彼得说过,只要在太阳升起时杀死吸血鬼,当晚被他转化的人都能恢复原样。 这时艾米的声音突然响起,查理赶紧走过去确认,只见那人缓缓转头,居然是艾德。 查理抓起大蒜粉末扔过去,可对方并不害怕,反而冲过来抱走查理,将对方扔来扔去。 他夺过查理手上的木桩,一脚踩住他的手臂。 查理顿时痛得大叫,眼看艾德张大嘴巴就要下口,他赶紧掏出圣水瓶,弄开盖子,一下塞进对方嘴巴。 艾德这会儿正仰天长笑呢,猝不及防喝了一肚子圣水,他的肚皮逐渐膨胀起来,下一秒就整个爆开。 艾德一头倒在了地上,这时教授走了过来,他抓着查理头发拖进客厅,将其扔进巨大的血池。 随后教授转身离开,把查理留给了艾米。 女孩缓缓从血池中浮出来,他款款走向查理,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。 查理看出来对方不对劲,亮出藏在袖中的木桩,艾米见状将其扔到一边,凑过来想吻查理。 就在男主意乱情迷时,艾米终于露出了力尺,他咬破查理的脖子,把对方扔出血池,紧接着追过去继续吸血。 查理强撑着爬到一边站起来,结果被艾米踹进血池,对方搂着他吸血翻滚,血池被搅得一团乱。 艾米将查理按进池子,直到对方停止挣扎,可查理还是没死。 艾米迟迟没有下死手,这时教授走了进来,看到被咬的查理即将转化,对方不愿意变成吸血鬼。 竟然捡起木桩,刺向自己的心脏,下一秒艾米身上浮出青筋,他痛苦地撕鸣。 教授见状,赶紧扑过去抱住艾米,他不能忍受希望再次破灭。 眼看着艾米就要死掉,那边的查理却坐了起来,那木桩距离他心脏就差一毫米,艾米跟着恢复了正常。 查理举着木桩冲向教授,却被对方反手揍飞,教授把木桩递给艾米,让他赶紧杀了查理。 只见艾米举起木桩快要动手,教授却被引气刺穿心脏。 原来是彼得及时赶到,可这一击并没有刺死教授。 他化成吸血鬼圆形,走向彼得,一把掐住对方脖子。 眼看太阳俱要升起,查理发出大声尖叫震烂玻璃,然后按着艾米躲进水里。 教授被阳光直射化为血浆,缓缓流到血池之中。 伯爵夫人已死,查理和艾米恢复正常,两人终于和好如初。 影片到此结束,该系列一共三部,这绝对是最烂的一部。 虽然延续了复古恐怖片的风格,但剧情漏洞百出,特效也跟不上。 就算作为普通视觉爽片来看,血浆场面也过于平平无奇。 影片夹杂了动漫片段,解释吸血鬼前世今生,还算是颇具新意。 除此之外,只有女神吉米莫瑞值得一看,由他饰演的吸血鬼伯爵夫人很有范。 总的来说,不值得大家找原片观看。